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411集 阔别了一个多月 夏小兰才又回到了商都 蓬城的太阳那么毒 海风烈 她虽然没被晒黑 脸蛋到底是没那么细嫩了 带着大包小包的货回商都 于奶奶那个毒蛇老太太就说 她的脸粗糙了 夏小兰对于奶奶真是无话可说 一边吐槽她 还要一边收她带回来的礼物 凭啥呀 夏小兰给这老太太 带了个金戒指回来 阳城的那些老牌金店又开张了 一克黄金42元 夏小兰自己不太喜欢黄金饰品 倒是买了一些回来当礼物 送给于奶奶的金戒指有六颗 二百多块钱的事 这次于奶奶没说给她钱 瞧着手里的小玩意儿 于奶奶感叹 好些年没摸过金子啦 于家人出国时 都是提着一箱箱的大黄鱼走的 于奶奶手里留着的金子 困难的时候都换了药品和粮食 那时候明明知道一根小黄鱼 不止换那么多粮食 可有啥办法 人搂着黄金要饿死 填饱肚子才能活下来 一对金耳钉就换了三个饼 此后于奶奶手里 真是一点金子都没有了 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 却又有人送了她一个金戒指 送戒指的是和她没半点关系的夏小兰 夏小兰给李凤梅也带回来一只 细细的黄金巧丝手镯 这东西不是她花钱买的 是刘勇让给带的 15克的金子 镯子细得很 其实就是600多块钱的东西 李凤梅自己都能买 可这是刘勇托夏小兰给带回来的 意义又不一样了 算你就还有良心 先是到京城待了两个多月 回家后歇个脚的功夫 又跑去鹏城 六月出去的 还有几天就九月了 一晃三个月都没回来一趟 刘勇那边是走不开 现在没经验 也没培养出得力的助手 不盯着她也不放心 先是招待所的装修 又是装建材店 刘勇也很想念老婆儿子 可要做生意没办法 先妻肯定很累 不亲力亲为 怎么赚钱呢 工人又不是机器人 设定好程序 就给乖乖干活 就不偷奸耍滑了 还要看好材料 被人拿走卖掉 或者不按图纸来装 搞到最后还要反攻 李凤梅称怪 夏小兰还得替刘勇说好话呢 服装店请的马威 是早就转正了 刘芬去扬城前 店里又雇了个小姑娘 刘芬和李凤梅 每天只要有一个人 去店里就行 两人都说自己过的是 资本家的日子 可就像夏小兰说的 请一个员工 每个月工资加奖金 都超不过一百块钱 却让李凤梅和刘芬 没有那么忙和累 您二位的时间啊 可不止值那几十块 李凤梅不解 那我和你妈闲下来干啥 夏小兰想了想 问刘芬 妈 我早想和您商量这事了 您是要陪我去京城生活 还是留在商都 带着亲妈去上大学也行 学校附近找一个房子 就能把刘芬安顿了 夏小兰带着刘芬离开夏家时 就说过不会抛下他妈妈 她到哪里 刘芬就到哪里 可刘芬在商都生活了大半年 这边有她熟悉的服装店 有朝夕相处的于奶奶 有李凤梅 和刘芬已经熟悉起来的街坊邻居 夏小兰倒是想让刘芬跟着去京城 她却告诫自己不能太自私 到了京城 刘芬又要重新开始建立人际关系 果然 刘芬表情有迟疑 我去京城 能干啥呀 每天在家 等着小兰下课 听说大学生都住在学校里 下课 也不一定能回家 小兰也有自己的同学和朋友 叫刘芬一个人在家 她是待不住的 以前忙惯了的人 叫她停下来还不习惯 城里不像农村 没有工作的人 整天就是游手好闲 刘芬是很想跟着女儿的 能照顾到小兰 她就很满足了 可她女儿这么能干 好像不需要她照顾啊 行 我知道了 那您先留在商都吧 我这学期去京城探探路 看看您能干点什么 就算要把蓝凤凰的分店 开到京城 也要夏小兰去考察下市场 搞定店面 扬城到京城就更远了 要开分店也不是那么容易 夏小兰并不着急 她这次 可不仅从阳城带回来 蓝凤凰要卖的秋装 还有三千套运动服 李凤梅问 这衣服是不是挂在店里卖 夏小兰摇头 让马威和新来的店员 拿出去卖 二十元一套 谁卖得多 谁的奖金就高 店里也挺闲的 养了两个店员 不好好利用 对不起黑心资本家的名头 八月二十六号 夏小兰这个黑心资本家 带着老妈回七景村 瞧见她回来 公阳真是松了口气 夏小姐 这房子超支了 欠村里人的工钱 公阳给不起啊 也就是村里人信任大学生 不会赖账 不然房子早就停工了 村里人也不懂 别人都修小洋楼 夏小兰却修黑瓦白墙的老房子 村子里是没有这样的房子 可他们在白溪寺 见过类似的风格呀 在院子里挖池子 还种什么竹子 公阳一个大学生 让人去芦苇荡挖了几株 芦苇回来 种在小水池里 夏小兰的房子 村里人是真看不懂 花了上万的钱 修个外面贴瓷砖的小洋楼 多气派 这房子不是不好看 村里人觉得 样式不够时髦 夏小兰倒是挺满意 房子又不是修的古宅 红砖水泥也用了不少 就是有点防古 白墙黑瓦的 一直过来的竹子 叶子还发黄 长几个月就差不多了 除了红砖水泥 木料也用了不少 这时候的木材很便宜 石木不是上档次的 压缩的板材 有工艺技术在 才是新鲜玩意儿 要不是材料和人工都便宜 这房子两万多是修不好的 边边角角的还要修整 大体效果是呈现了的 建房子最后一步是上梁 就是屋顶最高的一根棕梁 是个仪式 把中梁安好了 就意味着房子建成了 上梁时主人家肯定要在的 还要测算好时辰 村里的轻壮 把大腿那么粗的圆木头 往屋顶上安 按习俗是必须要给 上梁的人红包 下面则有许多小孩 挤成一团 上梁的时候 要从屋顶往下面撒瓜子花生 和炒熟的胡豆 下面的人就把衣服摊开 拼命去接 这些炒货里还夹杂着硬币 夏小兰觉得 放分的硬币都太少了 最小都是一毛的 抢到硬币的小孩 全部兴奋大叫 欢天喜地的比过年还热闹 刘子涛脖子都忘酸了 瞧见陈庆在和夏小兰说话 刘子涛立刻想到了 周成姐夫的嘱咐 这种情敌 是不是要报告姐夫啊